大家好,这一期跟大家分享菌前树 现在是菌前树冒侧芽最佳的一个时间段 我们在养殖的时候只要养护得到侧芽双双冒 像我这一盆,也就是给它更换盆土之后 连续给它使用了三次这种101活力素 这种活力素为什么起到这么大的作用呢 因为它是一种针对性的 针对一些姜牛或者是不生长的脊柱 有效的促使脊柱续胞快速的活跃 能够让它快速的进入生长阶段 继续更换盆土之后给它使用 既可以促进它快速的浮盆 又可以促使它快速的长出新根 冒出的新芽更加快 而且它还可以活化土壤 使盆土里面的有余微生物增多 那么这个根系才会更好的生长 看下这一棵菌前树已经冒出了 一二三三颗比较粗壮的新芽 由于发现这个菊珠被一些虫害啃食了 这些叶片底部的这些老叶片 给它适当的修剪掉一些 这样根部就会更加通风透气 减少一些病虫害发生 但是我们给它剪掉之后 由于这个枝杆储存的水分非常多 也是最容易引起细菌感染 存在的伤口比较大了 我们就要给它进行杀菌 最常用到的杀菌药也就是这种宇宙多菌磷 它是一种类似型的杀菌药 使用方法也非常简单 因为它是弧状的 我们只需要一个棉签 把它涂抹到伤口处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防止弑菌感染 让这个伤口快速的愈合 第二点 由于它冒出的新芽多了 它处于营养生长阶段 我们必须要给它补充充足的养分 如果养分不足导致这个新芽失收的养分少了 生长的比较缓慢 脊柱就变湿弱容易引起一些虫害 那么为了增加盆土的养分 我们可以给它使用一点这种塑造复合肥 所含的淡泥甲元素非常丰富 尤其是甲元素含量高 这样就可以补充养分 而且又可以养根撞根 释放的养分比较慢 不会引起烧根烧苗 我们大概用30粒左右 把它沿着本壁撒入即可 给它适用的长效肥释放的养分比较慢 我们就结合一点这种通用型的营养液 这种营养液所含的淡泥甲元素非常丰富 1比1000的比例 适适水7到10天给它适用一次 这样就能有效的补充养分 这个新芽才会增长 也会提高抗性还有抗病能力 好了这期就跟大家分享金钱术 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